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走運全世界都會介紹很多不同世界各地的葡萄酒 給大家認識 但除了不同的葡萄酒他們的特性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葡萄酒資訊 不知道你又知不知呢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來今次的嘉賓 就是Kelvin來和我們介紹一下 Hello KELVIN 你好 大家好 KELVIN 其實香港的葡萄酒趨勢 在近幾年有沒有變化 其實香港的葡萄酒趨勢這幾年是不斷變化 很多年前法國酒可以說在香港佔了市場大部份的比率 但現在這幾年一直都在軟化 有不同國家的酒進入了這個市場 包括可能是澳洲酒、智利酒、西班牙酒、意大利酒 有些其他可能偏一點的地方 可能葡萄牙、德國都而且全都進入香港 其實很多不同國家的酒都已經來香港了 所以他們就不停在變化 可能需求上對不同的國家都會有不同的轉變 沒錯 其實是否現在都會很多人 將這個紅酒、葡萄酒作為一個投資 其實是的 因為投資葡萄酒 其實的確一支葡萄酒會不斷升值 隨著時間的會不斷升值 還有除了香港人需要 大陸那邊也有很多人需要葡萄酒 在市場環境上 需求量是不斷增加的 即是很普遍的事情 還是還是比較上自己富裕少少的人士 才會作為一個投資呢 其實普遍了很多 以前可能有些人會投資很大塊錢 在賣樓方面 但今時今日很多人反而會投資在酒方面 原因是因為酒方面 面額可能更低些 但升值的能力反而會高些 即升值的潛力 反而比其他額外的投資方向比較容易 沒錯 但是短期還是長線 正常來說十年左右就最好 其實如果我們真的要作為一個投資 利用葡萄酒 我們整個過程是怎樣的 即是我們可能在街上已經賣到一瓶酒 然後就將它保存 然後十年八年之後才賣出來 這其實是另一種方法而作為投資的 其實最賺的錢多的 就是直接在酒莊訂貨 然後放在外國上 不提貨回香港 去到當你真的需要批貨 或者可能需要轉手去賺了一筆錢之後 才在外國運來香港 因為外國的存放方式會比香港優良很多 酒的質素是會保持到 即是有利很多的 因為它的存放 令到它的品質都會好些 是的 其實香港有沒有特別是哪一個國家 或者產區的酒是特別受歡迎的 其實這個是市場環境問題 之前就法國酒為主 現在其實市場比率 自澳洲酒前幾年都大量引入了香港 佔了市場的比例很大 到現在智利酒也都不斷進入香港和大陸市場 所以其實市場環境 香港的環境也好 大陸的環境也好 其實葡萄酒的不僅僅是法國一樣的 包括其他所有國家都一直進入 始終我們一聽到葡萄酒 很多人都會覺得 法國的酒一定是最出名 最好喝的 但是我們經過慢慢去對葡萄酒 不同國家的認識之後 其實很多不同的國家 他們自己的酒都會有自己的特色 我知道你今天帶了其中一種 就是土耳其的酒來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是哪一種 這裡有一瓶土耳其的白酒 白酒 另外這裡有一瓶土耳其的玫瑰酒 其實土耳其的酒 它是白酒會比較出名些 還是紅酒 其實幾樣東西都出名 師傅究竟是對不對的人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知道 葡萄酒都會有分新世界 舊世界 舊世界 但如果就在香港來說 其實受歡迎的程度 會是新世界的酒 還是舊世界的酒呢 如果說大眾化方面 其實新世界的酒 是會普遍多人接受些 為什麼呢 因為新世界的酒 其實釀造方式是比較新穎 他們釀造的酒 其實質量很多時候 會比法國酒好的 法國酒就是贏 就是贏傳統 古舊 歷史 知名度 但是如果有時同質素的話 很多時候可能一些智利酒 或者澳洲酒 可以好喝過很多法國酒 但當然 最傳統的也有它的優點 法國酒可以釀出最美的葡萄酒 那這款土耳其白酒 它有什麼特別在這裏 第一件事 土耳其的葡萄酒 在香港是非常少見 是 就算你有錢想去買 不是說走去消息市場 你就會買到一支土耳其的葡萄酒回來 因為土耳其的葡萄酒本身 引入來香港的是非常少 那它自己本身的產量又是多還是少呢 那要說回土耳其這個國家 是 土耳其其實呢 在種植葡萄方面 是 世界上第四大的國家 原來是這麼甜的 它是僅似於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 但是它在釀葡萄酒方面 其實土耳其釀酒就屬於好池 所以大家會少接觸到土耳其的葡萄酒 因為一般我們聽的 都是比較出名的國家 而土耳其這個國家的酒 我們的確對它的認識不是那麼多 其實釀酒這個技術是錢 但是釀製出來的酒 有沒有說一些特色或者味道又會是怎樣呢 其實土耳其的葡萄酒 他們的葡萄是比較特別的用 其實釀製出來的酒 很多時候都是薄身 喝下去的果味重比較薄身 還有香氣非常之香 它就是類似Burgandy的Pina Lowa一樣 是 很出名的 它會有這個特性在這裡 所以釀製出來的酒 其實有它自己的優點在這裡 只不過很多人未真正接觸過土耳其的紅酒 所以他們不知道 原來土耳其都有好的紅酒出現 因為始終它進來香港的量是比較少 可能我們根本是未發掘到它 已經是到不了手 根本我們就沒有了解過它 所以都不知道 但如果是果味比較重一點的話 其實是否適合女士去喝會多一點呢 沒錯的 如果果味重一點或者薄身一點的酒 其實女士或者喝紅酒初學的人 是會非常之適合喝的 嗯 那不同的國家出產的酒 亦都是相當之厲害 以及有些特色 除了這個土耳其之外 那法國就真是最出名了 那法國的葡萄酒 你又有些甚麼推介呢 法國呢 法國呢 我今天帶了兩瓶不同的紅酒來 一瓶就是法國波爾多的2010年的紅酒 嗯 波爾多就是我們經常都會聽到 亦都知道是非常之出名的這個產地 是的 另外一瓶也是法國酒 不過就是1998年的法國紅酒 嗯 就是單單波爾多這一瓶 那它的特色之處又是在哪裏呢 其實這一瓶酒 它要休息起碼45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即是如果你想約一班朋友來 開心一下 聊聊天 但你首先可能要大家自己沉落 45分鐘之後才把酒淡針 要等一會 但是我們正常會用Decanda 其實都快的 那這瓶酒呢 它是波爾多酒 是2010年的 年份非常之新 但是其實2010年 就是波爾多近10年 最美麗的年份 是呀 就是這個 我反而最近 就不太清楚這一回事 即是怎樣為止它是最美的葡萄呢 即是它們 以那麼多之前的年份來比較 然後發現 今年是最美的 還是有其他的測量 令到我們知道呢 其實是因為法國釀酒技術 是比較傳統的 它們會好 葡萄酒出來的質量 很視乎天氣土壤環境所影響的 那一年的天氣特別好 出來的葡萄酒的質量也會提升了 嗯 其實這一瓶酒呢 它的味道方面 又或者我們聞下去 又會聞到什麼的香味呢 其實它聞下去呢 你會聞到它比較清爽 因為它始終是新年份的酒 但是這一瓶酒 本身要用的葡萄是Cherrah和Cameron Cherrah葡萄有一點新辣味 其實這瓶酒屬於薄得來 但是會有一點 喝下去會有一點濃味度 濃味度 可能我們會覺得有一點 好像我們俗稱 有一點近的感覺出現了 對 那不如我們也試一下這一瓶酒吧 麻煩你 其實我們倒紅酒的時候 有有沒有說有技巧的 其實倒紅酒的時候 技巧就是 到你倒完酒要收一收 原因就是怕它流下來 哦 因為如果這個控制得不好的話 其實可能就會有一點失策 它就會滴了到桌面 對 所以很多人 最後你見到五星級酒店都好 他們最後會把酒 繞一繞回來 就是不想酒流到瓶裡 影響那個Label外觀也好 或者手弄髒也好 Kavin 你剛才提過這一瓶酒 呼吸要用45分鐘左右 那其實45分鐘 是不是都算是很久的時間 還是還有一些更加誇張 其實呼吸時間 每一瓶酒不同 有些酒呼吸可以是 4個小時 5個小時 甚至6個小時都會有 要視乎一隻酒 它的質地是怎樣 它的年份究竟是否很久 因為其實月夠年份的酒 呼吸時間最少都45分鐘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去買了一瓶葡萄酒 紅酒 回到家 其實我怎樣去衡量 它應該呼吸多久 因為它又不會寫著 你需要這瓶酒 呼吸多久 那怎知道呢 其實我們自己喝酒的人 會很多時候 開了一瓶酒 然後就會倒進杯裡 喝一小口 原因就是想試一試 這瓶酒 現在的味道是怎樣 接著我們就會放下 不喝著 我們會每隔15分鐘 或者10分鐘 去喝一次 喝一口 去看看變化 去到什麼時候 最後的變化 如果是沒有變化的話 譬如半個小時之後沒有變化 我們就知道這瓶酒 是休息半個小時 所以原來都是要專家 自己或者慢慢去鑽研才會知道 我們聽了Kelpen和我們初步 介紹了這麼多不同的美酒 時間也差不多 休息一會回來再聊 鮮味長腳蟹 發脊燒黃牛 精緻和風料理 兩小時清手任飲 盡在享和食 皮具重新 換言一身 巧手精工 助理重拾昔日激情 動身蛇 狂衰老吃什麼最好 超級營養食品 新大宅有機螺旋組粉 和有21種氨基酸的鮑藥 精緻點心 考手製作 延續傳統 不斷創新 理想點點心 專門點 是你五星級的選擇 但是發線上移 令人容顏衰老 究竟有沒有方法可以改善 醫學界一致供應 修復發線上移的最有效方法 就是直發 美視醫學直發中心 就是採用URFUT技術 為男士修復發線 現在就打電話 和我們預約 做個免費的諮詢 正宗補島料理 沿用台灣一等靚米 傳統滷肉飯 台灣牛肉麵 風味台式小吃 盡在讚好 優質生活台 現在除了在電視上看到我們的節目之外 還在上我們的網站 www.aplus510.com.hk 就是收看我們所有的節目 現在還有一種 又新又免費的方法 就用iPhone或者iPad 下載我們的Apps 就是隨時隨地收看我們的節目 只要在你們的iPhone或者iPad上 進入App Store畫面 在搜尋功能中 輸入Aplus 之後按確認 會搜尋到Aplus的Local 這個時候 按入Aplus的Local 畫面就會進入下載Aplus的版面 你會見到有關Aplus的簡介 只要輕輕一按Free Free就會轉成Install 按入Install按鈕 畫面就會顯示 需要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 確認之後 會回到主畫面 Aplus的Local下面就會顯示正在安裝 只需10秒鐘 你就成功下載啦 你可以立即用AplusApp 重溫優質生活台的節目 這樣就可以隨時隨地看到我們精彩的節目啦 還有啊 留意我們Aplus最新消息 著數隨時任你拿 還不快點拿你部機出來下載 千萬不要錯過啦 HELLO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酒運全世界 繼續有我Martina 和我們今次的嘉賓Kelvin 上一節Kelvin就介紹了這瓶波爾多的紅酒給我們 事不宜遲 讓我們一起品嘗一下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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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有提到這款酒 我們喝起來會覺得很濃厚和接近 其實我聞起來已經覺得這款酒非常濃厚了 是的 其實這款酒是否比較適合男士 因為女士會否很難處理它 其實是對的 男士會喜歡這種味道多於女士 因為女士多數喜歡喝點果味重 甜點 容易喝點的紅酒 而這款酒的果味不是說少 但問題是因為有少少後身的關係 喝下去會變成噓噓 女士一開始喝就會覺得噓噓噓噓噓噓噓 而且因為它的層次感很多 然後女士會覺得簡簡單單 甜甜的 果味已經非常適合 而未去到這麼高的境界了 除了這一瓶波爾多的紅酒 可以介紹一下旁邊這一瓶 這一瓶的紅酒有甚麼特別呢 其實這一瓶是1998年的Bontem 年份就比較久了 年份就很久了 那它跟這款二型一零年有甚麼分別呢 其實我就是想告訴大家 一種舊年份的酒 其實顏色上已經不同了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對比 是 OK 我先拿起 左邊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品嘗過的 波爾多的紅酒 而右邊這個就是 剛剛提及到年份比較高的紅酒 其實年份比較高 它是比較深色的 它是會暗暗沉沉 看上去好像很舊 其實一瓶舊的年份的酒 你一看上去就已經會知道 所以很多人為何開完酒之後 很喜歡看著看甚麼呢 其實它是可以一看 就知道了 那個年份究竟是新年份的酒 還是舊年份的酒 其實看上去 還有一點像我們去一些茶樓 喝茶它是很濃的茶的顏色 你會看上去覺得它很舊 很沉 這種顏色就是舊年份的酒 其實我們本身自己對 這個葡萄酒的認知 不是太深的時候 初步我們可能不太聰明 知道它是哪個國家 或者用哪種葡萄去種植的話 只可以這樣看下 都起碼懂得分 這瓶比較舊一點 沒錯 當然一定要有對比才知道 而且我們多數會在白紙燈光去看 出來的顏色射在白紙上 那種顏色就是本身這個酒的顏色 嗯 看上去已經是非常大的分別在 它的味道又是怎樣呢 其實這個酒它就有少少的煙燻味 嗯 煙燻味 你會 是哦 是的 這個酒本身有少少煙燻味 還有因為都陳年了 它會有少少木桶的味道在 其實很多時候我會不明白 為什麼 例如有些果味的葡萄酒 那為什麼它會有果味呢 譬如它明明不是那種水果去製造出來的 為什麼我們聞下去會有那種味道呢 其實我們釀酒的過程 如果新一點的酒 多數果味會比較重的 這個是釀酒師它的技巧性問題 哦 如果你說這隻酒久了 其實果味就一定會越來越少 嗯 所以其實有一些所謂很貴價的酒 你不會喝到很甜 很甜的 很甜很充滿果味的酒 其實就不會的 反而是 便宜價的酒 就聞下去會多數有一股 果香味 哦 因為它越是耐的話 就是釀製過程 等它發酵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一些香味 或者果味已經揮發了 反而是酒精 各樣東西 就會侵佔了下來 所以喝下去也會覺得 比較苦澀少許 或者是濃味少許 是的 滑少許 夠年份的酒 我們剛剛喝完2010年了 是 我們現在可以試喝1998年 好 正常1998年的酒 就是 年份的酒就會滑一點 嗯 其實相比起剛才 雖然我說 剛才那種 應該怎麼說呢 剛才那種 我們會覺得很近 和很濃烈 因為它一喝下去 其實你會覺得 落到喉嚨的時候 已經是有一種 槍著槍著的感覺 但這一種其實它也一樣是濃味的 但是喝下去 它就沒有說有少少 辣辣的 或者好像有些辣的 辣喉的感覺 沒錯 所以這一種是否就是 正如你所說的 滑一點點的感覺 沒錯 啊 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但如果酒精濃度方面 其實哪種會是高一點 其實 左邊2010年那支 它的酒精度是13度 是 是比另外一瓶高0.5 這瓶是12.5 嗯 其實我們喝紅酒 是不是對身體 也是很有益處的 其實如果比 計算所有的酒來講 紅酒是真的最有益處的 嗯 那介紹完這瓶之後 那旁邊這一瓶 就是一開始 我已經是眼睜睜留意著 粉紅色的 那這一瓶是甚麼來的 這瓶就是我們所謂的 Rose 玫瑰酒 它是在哪裏出產的 這個是土耳其的玫瑰酒 啊 即是也是土耳其 那我們在香港 不是也很難買到嗎 嗯 更加難買到 尤其是它的包裝 已經是非常吸引女士了 那其實它這一瓶酒 它在製造 釀製的過程 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其實所謂的玫瑰酒 其實都是葡萄酒的一種 只不過在我們釀製的過程裏面 我們會連上果皮去釀製葡萄酒 但是玫瑰酒 我們釀製的時候 我們之後就會抽出所有的皮 渣出來 令到它會帶有果皮上面的少許紅色 所以出來的顏色就會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粉粉的紅紅的顏色 嗯 土耳其呢 因為剛才就有提到 在香港 就是還未對 對於土耳其的葡萄酒非常之熟悉 那其實它在其他國家 又會不會說有些國家是非常之受歡迎的 始終現在都是在作許 因為始終土耳其紅酒 其實它們現在的歷史 可以是六千年前 但是真正現在是推出去外國 是最近十年的事 好像現在我帶上來那兩支土耳其的酒 它們的酒莊其實是2003年的酒莊 哇 真是很新的 屬於非常之新 所以它們 但是它中殖葡萄的歷史已經是這麼久 也都中殖的葡萄品質非常之好 那為什麼它們釀酒的歷史又這麼淺呢 其實本身它們的文化上 土耳其的葡萄酒是很久很久 但是因為中間曾經有一段時間 因為它們的土耳其有99.8% 是Muslim來的 就是所謂的Muslim教 那它們是不禁止它們的人民 是去喝葡萄酒的 所以它們其實對葡萄酒 有一段時間是真空了 因為既然不能讓它們喝的話 其實這個釀酒業暫時就廢一廢了 對 還有譬如它們在莊園種植的那群工人 它們可以天天都看到葡萄 但可以是很多人都未喝過葡萄酒 所以就令到它們的釀酒業 就比較遲才發展 對 除了我們知道有這麼多的美酒之餘 其實美酒通常就會配搭這個佳餓 如果我們在喝酒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的小食 可以配搭出最完美的狀態出現呢 第一件事 我們很常用的就是這裡 芝士 車打芝士 因為車打芝士 其實本身如果跟紅酒去match的話 可以是會帶到這隻酒 它的優點是更加明顯之餘 這隻酒是會非常滑的 那它是配搭出任何一種酒 都會有這個效果 還是專門選擇一些 可能給一個年份內的酒 又或者它的味道上是怎樣的酒 才會配合得到呢 其實芝士 我們多數會去配一些 不是很貴 平價的紅酒 其實一定會好的 其實是否因為它 譬如不是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它配合芝士 融入了 令芝士帶它的香味出來 會比較快一點 會是圓圓全全 整支酒不同了 包括是滑 滑了整支酒 還有味道會濃了很多 譬如可能先頭我們喝完 2010年的波爾多紅酒 我們一會兒吃芝士之後再喝 你會感覺到味道 是濃到非常重要的 如果喜歡濃味的人 一配合芝士這兩樣東西 就非常開心 但是一口是吃完一口 還是說是一口 然後我們可能把芝士 維持著再喝酒 令它撞在一起的感覺 還是分別的 多數會是把芝士放進口裡 咬到它融化在口腔 是 充滿了口腔之後 我們就吞下去 然後喝紅酒 那一刻真是最漂亮的 另外這一樣 就是我們經常都會看到的 那這一隻又可以怎樣 帶出紅酒的特別出來呢 這一隻其實是 我們所謂的風乾煙燻火腿 風乾煙燻火腿 其實它本身有煙燻的味道在 如果我拿這一隻的食物 和這支本身有煙燻味的紅酒去配的話 你喝完之後 會發覺你的煙燻味 在口腔是走不了的 可能會長得很久 我們之後可能已經停止了 沒有吃和沒有喝 但是它依然就遺留在這裡 沒錯 它會完全完全可以混合到一隻酒 令到一支酒 你想它突出的東西 突出了出來 還雙倍 雙倍了 所以我們有些人說 一加一是等於三 原因就是食物加紅酒 配搭出來的 就會有另一番景象 我們聽了 Kelvin今天和我們介紹了 那麼多不同國家的美酒 好啦也都介紹了一些小食 令到我們可以配搭出最好的味道出來 那麼首先好多謝Kelvin Thank you 那麼今次時間也都差不多了 我們一齊同觀眾說聲拜拜 Bye Bye 如果各位觀眾想重溫今集的節目內容 就可以到以下網址 www.apris510.com.hk 有智能手機的觀眾 也可以到App Store下載Aplus 就可以隨時隨地重溫精彩節目 那麼多謝Kelvin